新任的監警會主席黃佩思首次見傳媒 說若發現有人濫用機制、無理或虛假投訴 會還警員公道,避免他們受到惡意攻擊 優惠而報道 黃佩思接替梁定邦出任監警會主席 首次見傳媒 我曾經是2005年至2010年 那時叫監警會時代擔任委員 我很高興能夠現在回歸監警會 如果有個別警員被證實有過失 不論職級或職位 監警會定當指出 若發現有人濫用機制 作出無理或虛假投訴 監警會亦都一樣會不偏不倚 保護維持治安的警務人員 避免他們受到惡意攻擊 還他們一個公道 他用了大約5分鐘讀開場發言 之後離開 沒有回應記者提問 主席剛剛今天有預先的安排 所以時間上很可能配合不到問答的問題 但他都很尊重傳媒交流的機會 所以故意來講了他想說那件事 警方在會議上匯報 今年頭五個月收到517宗投訴 比去年同期升8.2% 主要是針對警員疏忽職手和行為不當 有請電視記者一位疑忽道 有請電視記者一位疑忽道 謝謝主要是針對警員疑忽道 謝謝主要說 謝謝主要去年 謝謝主要來 謝謝主要來 謝謝主要來